俄乌戰爭因雲籠罩之際 中共七名常委集體消失 外界關注中共又有何盤算 《華爾街日報》2月16日解開了謎底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中共政治局的高層最近聚在中南海召開閉門會議 討論該如何應對俄乌危機 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七常委的討論焦點之一 就是俄羅斯如果入侵烏克蘭 中共該怎麼支持莫斯科 又不會傷害到中共的自身利益 烏克蘭也是中國通往歐洲的重要門戶 那主要會是在鐵道 那如果說這一次 他因著就是俄國的這個就是要求 針對烏克蘭如果採取 就是敵視的立場或是支持俄國的立場的話 那麼他在烏克蘭 甚至其他中歐國家的這種一帶一路的投資 就是勢必會效果會遞解 這也是中共它兩難的原因 消息人士說 中共最高層的討論涉及應對 烏克蘭危機的原則以及北京面臨的現實處境 他們的討論將提交給2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 首先他是希望跟俄羅斯關係緊密一點 把他連結在一起 這樣他不會太孤單 不會成為一個唯一的劍拔 可是他跟烏克蘭關係又很好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他其實是很困擾的 報導稱 儘管習近平的公開立場是支持俄羅斯 但這種不同尋常的長時間討論 包括經濟外交跟軍事的維護都是 早前在北京冬奧會開幕期間 習近平和普京在北京會晤 雙方並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中俄關係超越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關係 習近平還宣稱 兩國友好沒有止境 合作沒有禁區 包括賣瓦斯 他獲得這個利益以後 他現在抽腿以後 接下來中國議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父親其實是很聰明的 所以外交上中國應該越來越麻煩 而目前來看 中共對烏克蘭危機表現得很謹慎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日前批評 中共對烏克蘭局勢保持靜默 美國國防部也指出 中共對俄羅斯不言而喻的支持 令人警惕 讓歐洲的安全局勢更加不穩定 他的表態是非常尷尬的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 中共在權衡 一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 如果北京幫助俄羅斯逃避美國制裁 美國是不是也會加強對北京的貿易限制 所以他現在如果支持俄國立場 短期對他自己是有利的 可是中長期來講 等於他又失去了歐洲一個重要的盟法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 肯尼斯維斯巴赫16號則警告說 在國際社會專注烏克蘭緊張局勢之際 中共很可能會趁機在亞洲地區挑釁 他建議國際社會要密切關注中共動態 看看他們企圖從歐洲危機中撈取到什麼機會